那個一門黃說請問寶大 Amex自己發的我們所謂的 正的Amex卡是不是都要年費 不守年費但次年年費必收 我看Amex官網好像都沒有類似刷幾次年費的 因為美國運通信用卡他的定位就是在所謂的中高端族群 那他為了要拓展 他必須要有個破口 讓他有機會可以讓 就是 像我們這種小資階級 小資中產階級沒有錢可以 繳付年費不想繳年費的人 有機會去使用他的卡片 所以他才會 每年有一個專案就是專門給 某一張卡片就是可以免免費 讓大家可以就是趁這個機會好好來使用一下 但是呢 第二年就一定要收免費 他的免費基本上都是一定要繳 重點是說你的貢獻度如果夠高他可以給你得愧的東西 有超過免費的價值 其實你繳免費就夠了 就回本 美國運通是一家很現實的公司 他一定會看你的刷卡消費 來決定你的 等級到哪邊 所以 大家可以辦下來試試看 但是如果你用了一年覺得不適合 你不用就是 一定要講這個年費 你也可以考慮把它停掉 這個都是 很OK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體驗過了 如果你對他的感覺不錯 你想要再去用 比如說你的那種 飯店啊 買一送一 或者是 高檔的 酒店有去吃 買一送一之類 都有用到 覺得很划算 多用幾次有划算到 那你就還可以去用 這個基本上就是 自己去考量 你自己本身的 這個消費通路啊 又會用不就用得到 用得到就可以辦下來 就是這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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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